大家好,今天晚上八點 歡迎來到我們的十一遊樂團隊 那今天呢,我們和阿古醬一樣休息 那我們今天請來一位特別來賓是我們的黑貓老師 那我們稍微再請黑貓老師幫我們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哈囉大家好,我是黑貓老師 原則上應該算是部落客 棒最前面的頭銜是部落客 不過其實因為就是現在全職的創作者不好當 所以還是接了很多 現在有當作家,有當講師,有當YouTuber 有開遊戲直播,然後也有錄Podcast 那今天很開心可以來到我們這個啪啪這邊的節目 謝謝 我也很開心可以邀請到黑貓老師來上節目 真的非常非常感謝你,謝謝 那我們這邊有準備五個問題想要問老師 好吧,那我們稍微來提問一下 那我想要問第一題 請問老師對於自己在FB的成長到現在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就是從以前經營到現在 這個成長速度跟成長量 因為我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並不是真的想當一個全職創作者 因為我在FB之前,我就是無名小戰 無名小戰那個時候其實就有在經營了 因為無名小戰之後就開始沒有人在用 跳到FB 在FB那個時候其實有一段時間我在想說 我要在FB還是要去YouTube 所以我做了錯誤的選擇,我留在FB 哈哈哈哈 現在很後悔對不對 對啊,現在是有點後悔的 因為其實FB正常來講啦 我們這些創作者幫一個平台帶流量來 平台應該要跟我們分紅才對阿 對啊 可是FB反而是 一直跟我們要錢說 你要買廣告 不然我就要產你出擊率 啊對 那個出擊率真的很慘耶 對阿 然後就看那些同期出來的 那些轉YouTuber的人 現在大名大放 賺了好多錢錢 我就覺得 唉,怎麼會這樣 錯誤的決定 不過就是 之後 因為FB他看到 最許跟YouTuber都開遊戲直播 FB他也想說 進來湊一腳 所以FB就有很肥的約 因為他 他見面真的太爛了 根本就不會有人想在FB上面看實況 對 可是FB還是想要進場 所以他就一直用肥約來騙我們 跟他們簽約 所以你被騙了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很不錯的工作 一開始的時候 他沒有要求我們太多東西 他就是說 你就是 一個月開二十次 一次開三個小時 然後薪水真的是還蠻有我的 那其實蠻短的 薪水還真的是不錯 所以大家都開得很開心 可是之後 因為FB他就是 他調整他自己的出擊率 再加上就是 他開始要求我們 觀眾的觀看時速 時速 對 所以大家就開始越做越累 而且因為 他要求的時速是有一點 不合理的 他的不合理的原因是因為 直播並不是你投入多少 就可以回收多少 對 因為你的觀眾也會累 你的觀眾也會累 不是說我們開很久 他們就不會累 這樣 200個人看 你開到第四個小時的時候 可能就剩下五六十個人看了 喔對 有可能 對啊 再加上FB的平台很難擴散到 不認識的族群 對 對對對 就是你基本上就是你的粉絲 跟你 你 跟你有Double到的那一群 比較難就是 退學這樣 越開的人越多 這樣比較難 喔 對啊 所以他一直要求我們時速 就是我們 越開越美 曉得越開越累 然後後面 大家都有點像上班這樣子 啊 對 就失去那個樂趣 你的觀眾其實說真的 他們都也只是因為 因為 舔你 所以海流在那邊掛台 而且他自己也是很累 看不下去了 而且他見面是真的不行 而且他的畫質還會被壓縮 啊 對 我覺得他最糟糕的兩點 真的是致命兩點 主要是一個延遲 喔 就是 延遲很久 我大概只要兩三秒 我就可以看到觀眾的打字了 對兩三秒左右 可是你知道FB一開始的時候 要二十多秒 三十 對 最最最一開始的時候 三十秒以上 然後後來修正大概二十秒 然後十五秒 就算到現在可能都還要就是十幾秒這樣 十幾秒 你那個反應的那個 那個 互動感太差了 對 你打個英雄聯盟 然後你就死掉 然後你都已經復活了 你的粉絲仔開始嗆你 哈哈哈哈 你的粉絲仔開始笑霸氣喔 你都已經復活了 你都已經復活了 你都已經復活在溫泉裡面買妝了 然後他們在嗆你說 哈哈死了 活該不會開大 對啊 對啊 沒有按驚人 對對對 其實網月球的通訊 搞不好都還比較快 對啊 我覺得FB 而且加上就是FB 因為原本直播平台 大家最常用的就是YouTube跟Twitch 再拖插一個FB進來 其實客局已經固定了啦 你要知道我們去選擇FB 但已經很慢了太慢了 應該說如果你能做的相當 就是差不多的話 別人可能會覺得 那跳過來這裡其實也沒差 可是你就又爛 對啊 介面又爛 然後又會壓縮那個畫質 就會人家會留不住 你根本留不住人家 然後還有一個我覺得也很爛 就是他的隱私真的做得不是很好 嗯嗯 對就是他有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他可能覺得說你如果有朋友在看 然後他就會播給你 哦他會通知 對啊可是其實我覺得這個 大家都不喜歡啊 對啊 沒有人想要的 說我在看很油的東西 對啊 而且 而且這也是 要都是實名字 有時候會有人跑來裡面認清 然後就很尷尬 對啊 真的真的 對啊像我還看過別人 就是跑進來要戲學會費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跑進來的時候 欸你會費還沒繳 你什麼都要繳這樣 太尷尬了吧 好丟臉喔 然後大家又都是實名字 你知道實名字起來 你知道實名字起來 實名字起來跟那個實況主的互動 有時候就會有點尷尬 因為 欸怎麼想 你知道實況 大家有很多人會以嗆實況主為樂 對對對 就是也不見得就是那種嗆 就是比如說好你打不好 然後笑你一聲巴西之類的 對 可是你要是實名字的話 大家就知道你是誰啊 大家可以點贏看你是誰啊 然後 然後如果像我們像平時在 平時在回聊天室 像twitch的話 例如說我現在隨便抓一個 然後吉尼高 喔你在亂講話 但是 如果像FV 你現在是實名字 喔 潘劍龍 你要在亂講話 哈哈哈 欠錢 還錢 潘劍龍 很尷尬 很尷尬 真的很尷尬 太丟臉了 而且我真的覺得實名字 感覺很差啦 就是因為畢竟網路還是隔了一層 一層嘛 所以就是 我為什麼會想要創這個ID 就是不想讓人家知道我是誰啊 對啊 就是大家在網路上就一個別的身份啊 對對對 互動起來 要是大家都是實名的話 互動起來真的是幫手幫腳 尷尬 對對對 那成長 真的有想過自己今天有一天會這麼多訂閱啊 嗯 沒有耶 而且其實說真的 我現在有一點 有一點是 自暴自棄的狀態啊 哈哈哈 你怎麼說這麼多 以前 我以前會很在乎那個 戰術跟成長速度 嗯 然後後來因為跟FV簽約之後 我開直播會一直被退戰 喔 我以前的粉絲他們 他們來按我讚是想要聽故事 喔他們不是要看你遊戲直播 對他們不是來看遊戲直播的 而且再加上 一開始FV的那個遊戲直播跳通知很煩 嗯 對對對 我都會把他取消 他一開始真的很煩啊 還有人會跑進來罵人 我都會取消 對啊 就是被你直播吵下去跑進來罵人 然後那個時候就一直噴戰 一直一直掉戰嘛 然後我就想說 而且因為 開始開直播的時候我就會發現 你的那個 人數啊 人數不代表你的流量 對 流量不代表你的影響力 對 就是有時候我會覺得說 哇 我像譬如說 嘿 好假設 好我跟六炭 我們的FV按讚數是差不多的 對 可是我們在實況的那個影響力 是天差地遠 對 對 他的觀眾人數就是有差 嗯 那個人數其實不是那麼重點 而是 你真正 真正跟你比較有互動的 你真正的粉絲 那些才是你的好夥伴 那其他那個數字是虛的 就是他們只是來你這邊看 你有貓 或者是 有貓就按讚 你有資訊 你有攻略 他們其實不是 不是來找你的 他們是來看你的東西 對對對 對對對 我現在對那個戰術其實 沒有看的那麼重 當然是 還是會看啦 還是會看 可是就是沒有就算了 像前陣子那個 FV的初級 坐標之力 我知道 第一波被開放這個功能的專業組 我開放第一天我就噴掉500個戰 哇 因為 因為你現在只要一發文 就全部都會出現在我們的那個 通知裡面 對 對他會一直跳通知 而且不管是什麼通知他都一直發 對 而且有很多人還會跳音效 我會跳音效 對 會不會退贈就一定是因為你跳音效 跳音效就很煩 然後大家就會退你贈 嗯 對啊 對啊 因為我之前 嗯 你說你說 我現在就是 就覺得說 就沒關係 反正FV這個平台也一直不斷在走下坡 對啊 對啊 就 能做什麼就繼續做什麼 而且我現在 嗯 因為種種原因 我現在希望我可以慢慢把重心放到Podcast上 啊 啊 雖然FV前幾天 也在說他想要做Podcast 但是我沒有很看好 我覺得 他就是 現在FV就是想要每一個都沾一下沾一下 那反倒變成他的核心自己做不好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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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因為我 我就當FV的官方合作實況主 我就知道他們內部企劃能力真的是爛到不行 很差 爛到可以 哈哈 我就沒有很看好 對 嗯 所以現在打算 FV就是繼續做 然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放飛自我 到處發煩 好 這個可以 好香好香 我一直都有收到通知 哈哈哈哈 哈哈 對 那所以現在打算把重心放在YouTube 這個Podcast上面 對 對Podcast 可是不是 不算是YouTube 就是 YouTube是一個 怎麼講 直播 然後 直播就是比較有互動 因為Podcast沒有互動 對 對 所以我就想說 以後看能不能就是 直播就是一起Podcast 然後平常再錄個一兩集 那一個禮拜就兩三集了 可是你不是有那個回答IG的問題嗎 對 可是那個不算 那個是IG 那不是Podcast 你說在Podcast裡面回答IG的問題 對 對 你在Podcast裡面不是有回答IG的問題嗎 是有啦 是有 對啊 我想說那個也是一個互動方式 尤其是 我是想說如果IG這樣講 那這樣子IG的人會不會 跑去聽我的Podcast這樣 有機會 對啊 不過因為Podcast問的 IG問的問題有些都很瞎 一定都會啦 就是不管是 不是啊 瞎才好笑啊 那有些那個是 有一些 有一些蝦 譬如說我剛剛有一個人問說 瑪六的舌頭幾公分長 哈哈哈哈 我本來想回答什麼 但是 剛剛如果說聊長度話 我真的很想 我真的很想嘴下 比你老二長啦 哈哈哈哈 那你屌還長嗎 對我 我其實也想到這方面 因為我想到 你老二多長 他的舌頭就多長 哈哈哈哈 哇 30公分 哇 太長了 對這兒 太長了 太長了 所以我覺得這其實這個 反而是可能 另外一種笑點嘛 因為其實 IG 他會問的問題 有的確實是蠻瞎的 可是 有時候就是回答 看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然後把它 轉而變成好笑的東西 我覺得說不定 這是另外一種方法 是啦 是啦 可是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風險就是 會 超多人 問很瞎的問題 對 暴增 因為他們會想要 聽到你說一些 好笑的笑話 這樣 這種感覺 還有什麼勒 IG的話 不然的話 有時候也會有一些 那種 太沉重的話題 或者是你 無能為力的話題 對 問感情的啊 問家人的啊 問那種 不會 問你感情 就是說 我一律建議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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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我們的Discord 通常一律建議分手 對對對 真的看你是哪一個方法 我一律建議結婚 讓你體驗一下 什麼叫婚姻走到盡頭 哈哈哈哈哈哈 一律建議分手 可以當那個 牌拳的圖 對對對 一律建議分手 對對對 笑死 好 那我們就準備進入第二個問題 在台灣現在布洛克還很多嗎 跟一般影片創作者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布洛克現在其實越來越少了 還是有不少 可是越來越少 而且怎麼講 很多部洛克其實 你可能常常看他們的網站 看他們的東西 可是你不會知道他是誰 對 就是 部洛克已經 怎麼講 他們已經不經營自己的個人品牌 個人IP了 他們已經比較傾向就是 放內容 然後拿流量 然後用這個流量 就是賺Google廣告的錢 跟廣商的費用 那因為這種情況 所以 他的廣告可能就越差越多 對啊 就是 你可能 因為會去部洛格看東西的人 通常都是Google 找資料直接找過去 對 對 那你這個時候 你心中 你只想要得到 你想要知道的東西 你就不會特別去看這個 部洛克是誰 那大部分的人 也不會特別設一個 我的最愛之類的 對 因為他的連結太弱了 他連結太弱了 所以大部分的部洛克 現在都是一直丟內容 然後你也不知道他是誰 反正你就是看他的文章 然後他就得到了流量 然後流量換廣告費 那他就是 就是一個點頭之交這種感覺 如果真的想要經營粉絲的話 還是必須要到 也像什麼Twitter啊 FB這種 就是連結再強一點點的地方 對 然後還有就是 你說跟一般的影片創作者 差別最大的地方 就是我剛剛講的嘛 大部分的YouTuber 要做出那種個人特質 所以你不能只有做內容 你還要就是讓別人 吸引別人可以留下來看 然後讓別人記得你是誰 知道你是誰 然後你得到個人的影響力跟名氣 可是現在的部洛克大部分 就是提供資料而已 對 因為我自己在查資料的途中 其實我也有看過一些部落格 然後真的就是點進去 然後看自己想要的資訊以後 就關掉了 真的真的 對 我不會特別說再去點 他的個人資訊 個人狀態 去看他以前前面後面發了什麼 就是只是想要求到自己的資訊之後 就沒事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其實在台灣部落格 因為不像以前那樣 五名小站那時候很好 大家都喜歡逛五名小站 喜歡看你今天發什麼 還有在上面寫日記 不管你要幹什麼 對大家都很愛看 但是現在 我們只是從文字 變成了影片創作 我們現在都是看影片 反倒比較可以從裡面得到一種 有人在跟你互動的感覺 對阿 對阿 我完全不是這樣 我完全剛好就是 因為我懶得看 所以我就用聽的 對 也是有這種 對 像我之前那個 無名小站那個時候 那時候就是想說 要寫日記 寫兩天直接放棄 我也是 我當初直接 好懶 我當初也是這樣 完全沒有辦法 然後還有就是現在 我們現在知道就是 影音創作以外 現在就是多了一個 現在的Pockets 現在就是很多這種 廣播節目 對 那你有沒有發現說 我們的 這個叫影視生態喔 我們是從 原本走在 那個 時代的前尖端 就是我們在網路上 創作影片 然後 到現在開始錄音什麼 但是 其實我們是在 倒回 像以前那樣 走回頭路這樣 對對對 因為我們現在 創作YouTube的人 現在很多 YouTube拍出來的影片 界面都做得很花俏 然後有OP 有開頭 然後中間可能會有參差很多 就是吐槽 會有那種音效 啪的那種聲音 就是變得很像以前 我們在電視上 常常看到的 節目效果 對對對 然後Pockets也是像 我們以前可以 聽廣播啊 廣播 用錄音機 每天晚上幾點 然後收聽什麼節目 只不過現在Pockets 是變成說 欸我們可以按暫停 我們想聽哪一段 就聽哪一段 對對 對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現在是在輪迴 而且我發現 其實Pockets還有 還有一部分的 那個 就是一部分的創作者 其實是為了避免 就是 規避 那個YouTube的黃標 所以才轉了Podcast 對 因為Podcast沒有限制 對 沒有人審查 網黃現在都在做Podcast了 對對對 我都聽很多 那種新三社的那個節目 都是在那邊聽 對 然後或者是 那種比較 就是政治性 比較強的一些節目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現在Podcast的用物算多嗎 以你們經營到現在 欸 算還可以 然後 主要是因為它不斷的在成長 哦 它現在是一個藍海市場 然後 各家都 各個大公司都不斷的在砸錢 嗯 那因為大家就是 看到人家砸錢 然後就跟著砸 就喜歡先砸一點點 對對對 先進場卡個位置 對對對 對對對 對啊對啊就是 怎麼講 自從去年 去年年初 那個Spotify開始砸 啊 我知道我知道 對啊它直接一億美金去簽最紅的那一個 然後怎麼簽歐巴馬啊 簽那個Michelle啊 對對對 然後大家就看它一直砸錢 然後 所有的那種大公司就想說 那我們也趕快收幾天工作室 對對對 先研究一下 先砸在桌 先卡個位置 嗯 那現在 就是很多都開始做了嘛 然後 Amazon也開始要做了 FB也開始要做了 Apple自己本身也要開始在認真做這樣 我知道Apple Podcast 可是我現在幾乎都是聽Spotify Spotify比較砸吧 現在大眾 對 應該說因為它也可以順便就是聽音樂 所以我都是固定在那邊 對 嗯 而且Spotify它 基本上現在的聽眾大概就是 Apple就用Apple Podcast 對 Android就用Spotify 對 一個佔了大概五成 一個佔了大概三成五 然後其他的剩大概一成多而已 嗯 那這個最主要的演變還是科技的演變啊 就是我們走回頭路的關係其實是 首先是你的那個手機網路越來越快 對 對手機網路變快的時候影片才有辦法開始紅 不然的話以前要傳影片要傳很久 對 對對對 因為手機變快了手機變大了 所以看影片方便大家一開始看影片 對 然後接下來是因為那個證物線藍牙耳機出現 對 對 因為 因為現在 你就可以放在口袋聽著 對 很多時間做一些 我們想說可以有第二注意力的事情 比如說你在運動 對 或者是你在洗衣服 你在做架式 你在開車 你在做捷運 你這個時候你要看YouTube影片 你可能又沒辦法專心看 對 你又沒辦法就是好好的看 可是這個時候如果你只用聽的 那就是剛剛好 對 趴開始這個時候就順勢爬起來這樣 對 因為我有發現就是以前大家都喜歡看YouTube 喜歡看長片 到現在 對 到現在開始變短片 然後到現在連影片都不太想看了 喜歡用聽的 對對對 我其實我 我 因為我會 喜歡三性惡異 所以我都是通常同一個時間我就做很多事情 所以 有時候就是 可能 可能那個影片笑的時候 倒回去看一下 或者像是LO的比賽 我也都是看紀錄 我絕對不看直播 我就是 看了主播很激動 趕快倒回去十秒 對對對看一下 看一下 那 因為 你也知道就是LO其實如果在對線的時候 其實蠻無聊的嘛 如果你沒有在打架的話 其實就是蠻無聊的過程 可是 他那個主播他還是得講一些話嘛 所以 等到他沒有 他就不會那麼激動啊 所以等到有精彩的那種 就是 擊殺的時候 他才會開始語氣比較 那個興奮的時候 你就可以稍微看一下這樣 對 對 我覺得真的是 就是時代在慢慢的改變 那這個 我現在完全不知道說 以後 我 的媒體會變成怎麼樣 因為我現在是看不到的 所以沒有辦法去推算說 以後到底會變成怎樣 因為我真的沒有想到說 我當初進入影片創作這一圈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覺得說 欸 影片創作其實很自由嘛 大家都想做 但是 沒想到的是 台灣的傳統媒體 就開始開始大家都開始當網紅了 那就變成說 大家原本是在YouTube上做網紅的人 開始變成傳統媒體 呵呵 我覺得 對對對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轉變 所以導致現在很多創作者的目標 不知道要怎麼做 然後 因為 現在YouTube的門檻變高了 就是 對 不管是收入門檻或是什麼 我們這個先撇開來看 而是說 你影片的創作門檻也提高了 因為有很多高質量的影音創作者在裡面 所以導致現在很多新人 在影片創作上是非常有困難的 對 那 如果是老實的話 你就會推薦他們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問過這些問題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想要做直播 或者說我想要成為一名網紅 那 我 從哪裡下手會比較好 如果要回答這個問題的話 有兩個方向 那第一個方向 我會建議大家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對 因為你 如果你一開始就想說你要紅 你要賺錢 那我跟你講 你9.5成的人是沒有辦法紅的 對 對 你就只有就是 前面不到10%的人可以有一點名氣 然後就前面0.5%的人 0.5%的人可以賺很多錢 對 那前面5%的人可能還可以 就是勉強為生 不過就是在5%而已了 對 95%的人真的是 做爽的 所以你就是 你就是 必須就是 先自己做的開心 你就自己做的開心 因為如果你是自己的興趣的話 那就算 不會賺錢 就算是你自己要花錢 你應該都可以做的很開心 對 對 那如果你是以 就是我就是想要紅 我就是想要賺錢的話 那現在的比較有發展的趨勢是 短影片跟Podcast 對 還有直播也是一直都有 直播也是一直都有 對 可是問題是在於就是 直播非常的吃個人特質 對 對 而且直播不是一個你投入就會有回報的東西 甚至你要是投入的方式不對 你反而還會就是 黑掉 失去更多 對 就是假設今天你 好了你現在讀英文好了 你再花時間 背單字 你英文就會變強 可是直播 你花時間開直播 不一定有觀眾 對不一定有觀眾 而且甚至 你要是你開時間太長 沒辦法維持住你的品質 那你的觀眾反而會跑掉 對 對或者是比如說 假設你每一次開台 你都是耐久台 你每一次玩一個遊戲 你都玩劇情遊戲 你都一次玩就是 一直把他破關 可是你的觀眾沒有辦法 一直看五六個小時 他可能就只能看兩三個小時 那他下一次來看的時候 哇 中間的進度他補不回來了 那他可能就不看了 他就去看別人 看別人看幾次 他就不會回來看你了 對對對 因為其實人的時間就是這個樣子 不可能就是 同時就 就是 他明明他比較好看 可是就是 可能他一開始是看你 可是他不可能說 因為我一開始看你 所以我就要 就是 一直看你這樣 對對對 因為其實現在的人的選擇太多了 對 而且直播的變數是非常多的 就是 比如說 假設今天 好 這個週末 我直接跟你們預言 這個週末一定所有的實況主都在開惡靈古堡 喔真的 對 百分之百 一樣是這個遊戲 那大家就會自己去選自己想要看的人 而且這個東西是很難捉摸的 就比如說 好假設今天 好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粉絲 你平常會來看我的台 就突然就有另外一個大台 或是另外一個VTuber 所以他們就是 就是也開一樣的遊戲 或者是他們做了 很驚人的舉動 對 那你就會跑去看他們的台 對對對 那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而且只要這個時間一過 就 就不會再回來了 就是你 格林古堡的VOD 大家看直播都是看直播 VOD 真的是不太 不太有人會去看 對啊 因為他們想要 我都是看VOD 因為想要當下跟你有互動 所以才會來看這樣子 可是你看VOD 應該也不會看那種 一年前兩年前的VOD吧 我會看遊戲耶 就是如果 如果那個時候 我剛好對這個遊戲很有興趣 像之前那個帕鬼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提過這個遊戲 我知道我知道 我就回去看 我就回去看那個 以前好像是一年前的VOD 我就把它全部看完 哇 對 而且我還 我還看了 因為有兩個實況主 兩三個實況主我喜歡 所以我全部都把它看完 因為我們實況主 我們去看後台 VOD的那個點擊數 其實是不太OK 因為我都是看那個Youtube的 我不會回去 退去看他的 因為有的時間過太久 他就消失了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通常我都會像 他們 假設爐蛋好了 爐蛋的話 把它剪輯成就是一個小時 一個 所以我就可以很清楚 就是你就按那個 就是讓它慢慢播嘛 對 而且像那種劇情遊戲 其實 它 有的實況主會念 會念對話 有的不會嘛 所以就是你可以挑那種 就是可能會念對話的 然後你就可以聽劇情故事 那你之後就再看說 哦那個其他實況主的反應啊 什麼之類的 對對 這個比較 以實況主 創作者來講 比較好的方式 就是還是要 你想辦法剪精華出來 對啊 可是剪精華真的是一個很滿大的 時間 很花時間 對 時間成本其實是很高的 對 而且主要是 直播的那個 大台效應很嚴重 就大家會去看大台 大台會把別人吸走 在YouTube現在也有這種情形 對 現在不管是在哪一個平台 所以我覺得說 以創作者來說 不管是Twitch還是YouTube 你現在你要進來做 呃 怎麼講 有點慢了 可以 但是 你要把它當興趣 你不能一口氣就說 哦 我現在我要用心投入 我就把我自己的工作辭掉 然後 哇會很慘 絕對會很慘 你會直接餓死在路邊 嗯 我現在都會建議各位就是 如果你現在才想要進來做 這種創作者的話 你不要覺得 你有辦法 競爭 引現在已經開好位置的人 你要把自己去當做你這台練功的 那你的目標要放在下一個平台 對 就是今天我們好像Twitch在紅 現在YouTube在紅 現在FB在紅 可是未來某一天一定會有新的東西出來 對 那新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我們這些老的人沒有辦法說走就走 因為我們這邊已經有一個基礎 我們這邊有我們自己的商業模式 可是問題是如果你是新的人 你可以馬上就跳到新的平台 所以你在這個地方你先累積你的經驗 你先累積你的第一批粉絲 然後等到機會來的時候你就直接跳過去 到那個地方直接開拓新疆土這樣 我會這樣建議 可是YouTuber YouTuber其實是一個非常 非常資本主義的地方 一個新人 一個素人想要跟現在那些老YouTuber競爭 是不可能的 可是其實像那種 有那種一兩百萬的訂閱的人 他們說反而他們的那個觸及率啊 跟觀看數其實跟他們的訂閱數其實是不成比例的 沒有這是正常的 因為對 畢竟有人會跟你一兩年 但是你想一下YouTuber 你每天都要看各式各樣的頻道 對 你不可能追這個同一個直播主一追就是追五六年 對你現在追他五六年 你按下的訂閱 但是你在這途中 你說不定會再訂閱更多人 那 對對對 現在YouTuber又有所謂的就是小鈴鐺提示 對 就算開了也不一定會收到諷刺 這就是他演算法 我全部都關起來 對他演算法的問題 我全部都關起來 所以變成說你訂閱我了 但你不見得會看到我 你說不定會看其他人的 對 因為你的心情會一直換啊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就會一直累積起來 他會有一個演算法在那邊跑 所以我跟你講 我是說我的意思是說新人當然 新人他會有一些紅利機制 可是問題是你要把那些舊的搬倒 真的是太難了 對 除非你真的很有天分還是會有 對 因為會有人說什麼市場飽和 其實市場永遠都是飽和的 對 人類做娛樂已經做了好幾千年了 隨時都是一直有新的東西進來 舊的東西出去 舊的東西會老會過氣 對對對 就是你 只是我是建議新來的人 他們如果一開始目標 就直接放太遠的話 會造成就是很大的挫折 那你剛開始打籃球 然後你就目標就是要打NBA 那你基本上一定夢想破裂 你應該先把目標放在公園阿伯上 而不是就是什麼 打贏NBA黑人 對對對 那我還蠻好奇 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 因為講到新的平台 就是其實那個 Youtube不是 就是 因為黃標的關係 所以我之前有看到有人說 就是那個 應該是Library吧 另外一個平台 另外一個平台 有WBY 對對對 對對對 你有想過嗎 你有曾經想 你有曾經想 我其實也有創 我基本上 現在的平台大概除了 除了SWIG SWIG也被抄掉了 而Pornhub沒有經營以外 我基本上都有賬號 Pornhub也有 我 你如果經營我絕對去看 我絕對支持 除了SWIG跟Pornhub以外 我應該每一個都有 我家的貓今天裸體 裸體 裸體跳燕舞 對對對 鵬耳 高清肉貓 無碼 高清無碼 LBRY LBRY 對對對 對對對 那個是 怎麼講 那個是一個 去中心化 它就像Podcast一樣 它幫你的檔案 就是先丟到一個host 然後任何地方 都可以用RSS 抓取你的影片出來播 可是因為它去中心化 所以它以後在廣告分潤上 會比較難強 會有很大的問題 對 你是說像版權問題之類的嗎 版權是一個問題 審查也是一個問題 還有就是速度 資源 跟廣告 因為說真的 你經營網路上的東西 你能讓你做下去 就是溫暖的粉絲 跟溫暖的新台幣 對 對 這兩個是最溫暖的 那你如果是去中心化的東西 那就表示沒有一個人 可以真正的賺很多錢 如果沒有真正一個廠商 可以賺很多錢的話 那就不會有人投資 投資去弄這個 所以它的硬體方面 就比較難 巧出就是一個 有規模的東西 對 而且 而且他們 我覺得 他們如果發展到最後 如果說 他們今天真的好 他們今天真的做起來了 變大了 最後機制一定還會跟Youtube一樣 對 只是一個惡性巡網而已 就是大家一開始都是 就是 態度很低嘛 就是你來這邊創作啊 給你紅利啊 給你福利啊 給你更多的錢錢啊 他就是現在吸引你來啦 對 就是要靠殺的第一步 等到你 等到你FV一開始也是這樣啊 FV以前的初情率多棒啊 貼什麼都可以 真的 然後等到自己就是 雞雞大了 知道你已經變成他的錢壯了 你已經離不開他了 他要開始弄你了 怎麼搞你 對對對 那你就是被搞了 你在那邊哀哀叫 該該叫你還不是繼續用 對不對 你不變去 對啊 你已經離不開 祖客播了 對 對 我現在其實說真的 FV啊 我現在唯一會用的 就是上去 那個社團 買我要的衣服 我其他完全不 完全不太 我連po文我都懶了 我都不太po了 我也是 我現在幾乎所有的po文 幾乎都是在推特 對我也是 而且 而且他是 怎麼講 他是一個不斷的在走下坡 又沒有新的使用者進來的平台 對 有人就講說 其實FV就是長輩入場了 長輩入場了 長輩進場了之後 那個年輕人就跑了 沒辦法 因為他又要實名 自己辦唱 他又不容易 對 然後隱私又做很差 對啊 所以就導致 越來越多人不想用他了 那個真的是很尷尬啊 之前我 而且還不能po色色的東西 色色的東西也是啦 比如說 我跟你講我之前 還不是創作者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參加了一個 那種籃球社團的球衣比賽 然後就拍了一個影片 然後拍了那個影片 拍出來之後 要拉票嘛 拉票就是你繼續分享啊 請大家幫我按讚啊 對 然後就看到下面就 就我大姑姑 大姑姑幫你加油 對 然後我就很尷尬 大姑姑愛你喔 對 比如說我在那個 之前 就是 就是 也是講一個 學校遇到就是 老師很激發的事情 我講那個老師 講那個老師壞話 然後就是 老師看到了 然後幹 然後結果 我媽在下面留言 怎麼可以用這種態度 對老師講話 而且還馬上話 我馬上辦一個新帳號 沒有我跟你講 通常我要罵人的時候 FB有一個東西 就是限制 誰可以看得到 我絕對都把長輩都關掉 但是你都想罰我們 我絕對都除外 你都想罰我們抱怨 不是啊 你要看就是你的好友有誰啊 你就把他封鎖啊 你知道你就把他封鎖 這個就是要選啊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本來也是很衝啊 他本來也是 所有的心情都 心情動態 表在上面啊 全部都打在FB上 然後後來 他媽加了FB之後 他的FB只剩下 做你生日快樂 跟聖經的故事 哈哈哈哈哈哈 早安你好 對對對 他就死去 我超恨 我真的超恨 你知道像 像LINE也是 這樣子 像LINE 都會有長輩傳那個 我都超級不高興 長輩圖 拜託你不要傳那種東西給我看 我不想看 對啊 我又超直接的 可是因為FB跟LINE 他們是躲不掉的 對這沒辦法 對 除非你真的是 你是直接封鎖 那萬一哪天 你媽來跑的時候 你是封鎖 你為什麼封鎖 沒有沒有沒有 媽媽才不懂 什麼叫封鎖 你就說啊我不知道 我這樣他有點乖乖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 欸我跟你講真的很難講啊 真的很難講 對啊 像我 我的舅媽 他本來也是3C白癡 你知道嗎 他現在自製長輩圖 而且還會自己壓水 哈哈哈哈哈哈 哇靠 他會掛濾鏡 掛特效 你知道嗎 哇靠好厲害喔 欸 而且他本來FB 他本來是在LINE 跟FB丟長輩圖 後來他開始在IG 他直接TAG了他的目標 過來看他長輩圖 笑死啊好猛喔 沒有 所以這時候就要學會一個技能 就是把那個通知按開 然後取消 然後再來看 再來刷 嗯 就跟我媽 不知道為什麼 一督 原本不會打英文 然後到現在他開始會打英文了 哈哈哈哈 對啊 對啊 很恐怖欸 哪天一直跟你聊天的人 突然跟你講說 其實我是你媽 我你媽 I'm your mother 我再也過完了 我先下誓了 哈哈哈哈 更可怕的是 I'm your father 別別別別別 我的天啊 可是像男生 難道不會跟 爸爸比較好聊這種東西嗎 你說色色的東西嗎 嗯 兒子最近有什麼番號分享一下 哈哈哈 不是啊 真的這個 像譬如說我爸是軍人 他從小就對我們很嚴格 所以我 哇 我跟我爸的關係就 沒有那麼巧 很僵 對啊 不過色色的這種東西 唉 之前 我爸 他會開BT 然後探換我們全家的網路 哇 哇你爸很屌欸 居然會開BT 對 然後我就 我就因為那個時候打網路遊戲 我就突然變很慢 我就很受不了 然後有一次 晚上我跑下來偷打遊戲的時候 我就還是很慢 我就偷偷跑進他房間 偷偷開他電腦 然後果然是開BT 然後我本來是想把BT關掉 可是我很好奇 他到底在抓什麼片子 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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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我發現就是都是那種 很爛 然後低畫質 然後又廣告 又輸印 哇 我那時候心裡就想說 爸對不起 孩兒不孝 我雖然有很多就是高畫質高優質 又無話的片 可是我真的沒辦法幫你分享 你只能看這些爛片 你只能看這種第一集 沒有我覺得 我只能放任你看這些粗糙的爛片 我覺得更棒的就是你把它取消之後 把它分享到那邊 然後他以為他宰的是那個 然後 你先了解他喜歡看的是哪一類 然後你就把那一類的片塞進去 父親節快樂 哇靠很尷尬啊 直接回了 爸我幫你換成 我幫你換成高畫質 應該說就是看他會不會失智有沒有 就是覺得我是在這個嗎 還是來看一下 哇這個好棒喔 從小幫爸爸 有助於家庭環境改變 有助於父子感情 我也不敢想笑 我也不敢想笑 等一下我等一下 我跟妳講真的 大媽我跟妳講這個真的是看家人 比如說有時候我們看電影 電影不是會有那種很溫馨的那種 父子情深的那種 對對對 這樣我就都沒有感覺 要是哪一天 我爸要是真的突然抱我 我心裡只會想三件事情 你對我做了什麼事 第一個就是他要死了 第二個是我要死了 第三是他想殺我 我爸要是哪一天真的給我一個深情的擁抱 我真的只會想到這三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我會很想要就是 請你嘗試看看 看你去抱你爸 你爸會怎樣 我爸要是被我抱的話 他應該也是覺得是 不是我要死了 他要死了 不然就是我要殺他 哈哈哈 我覺得我真的 我真的覺得 如果有一天 可以知道你 如果做錯這種事情 你爸爸是什麼反應 那就太厲害了 你就這次父親姐 就送他一個禮物 爸我跟妳一個抱抱 哈哈哈 沒有你就 你就說 爸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講 然後你爸就會說 嗯什麼事 然後就抱他 就抱他 爸我愛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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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說你要出櫃 你一定會覺得我是不是 去醫院檢查 然後 身重病 身重病 可是我覺得好像亞 亞洲其實 亞洲的家長好像蠻容易都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真的 像我對我媽也是啊 我覺得說 我有時候就是發神經 我就會說 媽我愛你 他就說 你做了什麼對不起我的事 哈哈哈 你老實講喔 女兒這樣做就很可愛啊 對啊 兒子這樣子 沒有 兒子不行 兒子不行 因為你知道其實我通常 我以前就是屬於很叛逆的 就是就算是現在也是一樣 我就是我要做就是我要做 你不要你不要逼我 就是 像如果以Law舉例的話 我就是屬於 一直在開大的歐拉夫 就是你不要通知我 你控制不了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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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控制 無法被控制的 所以就是 就是呃像我有時候做出這種 就是因為因為你其實看YouTube影片 其實有些影片其實我都會鼓勵你說 就是愛要趁趁活著的時候說 不要等到他快死了再來講 其實就是蠻可惜的 而且我覺得說真的 你你講對對家長講愛其實呃 其實真的會促進彼此的關係 真的會變比較好 其實就是就是我我是算是受益者吧 對啊 怎麼聊到這個了 家庭關係改善教學 改善教學 今天標題想好了 改善家庭關係從我愛你說起 這是一個不錯的 這是一個不錯的話題 可是當然就是要看家庭狀況 一人而異 對 那我們就準備進入下一個主題 因為時間有限喔 我們第三題就跳過 我們改接第四題好不好 那請問老師 你每次創作的時候都有想好一個主題嗎 不管是練那個 錄Parkis 或者是在開遊戲直播的時候 那寫稿的話正常都是花費多少時間 這個很難講耶 因為有時候你是先 你是先想到你要創作 然後再來想梗或是想內容 可是有時候你是先有梗 先有一個靈感 然後你再用這個靈感把它變成一個創作 對 對啊 然後有時候你說寫稿 並不是每一次都會寫稿 大部分都不會寫稿 喔 都是即時發揮喔 對啊 就是 有時候可能會有一個簡單的腳本 或者是你就是想到一個梗 然後你就是找機會 帶到這個梗 或找機會發揮這個梗 不過 如果是直播的話 真的是 不太有機會 做好準備 尤其是直播有時候 一直開就是開三四個小時 對啊 就根本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 準備你的直播內容 因為像 而且其實直播的時候 觀眾反而喜歡看那些突發事件 對 正常的 因為就是看你那種收屋 欸那種 觀眾就是要來看血流成河的啊 對對對 看你很可憐這樣對不對 你越慘他越喜歡 他如果要看誰好的 他就去看youtube就好啦 他不會 而且你越崩潰觀眾越喜歡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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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像我知道的 像 Tedlebear那個熊頭 哈哈哈哈 對對對 哈哈哈哈 為什麼講到他 你會笑那麼開心 哈哈哈哈 好可愛 不然出現熊頭這個 哈哈哈哈 車王 車王 對因為其實熊頭 因為我這裡有訪問過他 其實他在創作 因為我們其實知道他自己是用 就是用岩上掃法這種 這種跟風的方式去嘛 但是其實他在做這件事情 他只有寫腳本 他有想好 他想要跟著這一波 然後去設定說自己到底要怎麼去做 然後去直播 然後去完成這件事情 哈哈哈哈 所以他每一次開節目 都有寫腳本 他其實是有一個run down 就是知道自己 這一集要幹什麼 這樣 對所以我在想說 是不是有一些創作者 會這樣嗎 有啊 很多人會這樣 很多人會這樣 所以黑包老師是不會的 你做了很多準備 然後再裝成是即興出來的 這個其實是很有效果的 對 因為 怎麼講 我剛剛講的是 遊戲直播的情況 遊戲直播的情況是比較難準備 當然你還是可以準備 然後你還是可以裝成自己沒準備 對就是把他全部破完 可以裝成自己在雷這樣 對對對 這就是看你個人技術 像我 我就比較辦不到 而且 我本身在開台的時候 我自己也要很享受這個遊戲 對 對 所以我我還會避雷 我除了不會做準備以外 我還會就是 不去 什麼都不看 特別不去看他的影片跟資訊 嗯 有時候真的還把聊天室關掉 怕爆雷 對啊 因為聊天室很很愛爆雷啊 正常啊 聊天室很愛爆雷 聊天室會 會一直叫你怎麼打 一直跟你爆雷 鍵盤教練 對 然後很多他們爆雷的人 他們自己都不覺得他們自己在爆雷 因為他不會覺得說 講出來這個沒有什麼 但是其實這個可以對我們講很大 然後你看了就很生氣 然後你又不能隨便中斷 可是有時候你又不能把聊天室關掉 然後就一個就是很痛苦很尷尬的情況 就一個火柴兩頭燒這樣子 對啊對啊對啊 就有點想把我們掐死 比如說我之前在開那個死亡擱淺的時候 我就被爆雷爆雷到生氣 然後後來我就聊天室關掉 然後後來我在玩2077的時候 我又很慶幸我有開的聊天室 我玩2077的時候 我卡在一個死上最惡質的BUG裡面 有沒有2077嗎 有我有玩我玩到一半 他裡面有一幕就是你要讀取一個別人的記憶 然後那個記憶是要跟一個日本人歐機上打砲 我好像知道 他那個故事就是你要去跟一個日本歐機上打砲 然後到最後就是摸來摸去的時候結束 他就是讀取那個記憶的時候 你要在那個記憶尋找線索 然後我就在裡面就是卡在那裡 我卡在一個跟日本歐機上打砲的回憶 卡了快兩個小時 所以你卡了兩個小時在跟日本歐機上打砲 對然後後來那個觀眾才跟我講說 不對你這邊應該有一個按鈕可以跳出去啊 所以我就卡關我是卡BUG 他應該要有一個按鈕可以跳出去 可是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以為我是不是漏掉什麼關鍵道具還是關鍵訊息 我就一直不斷的重玩那一段 一直不斷的重玩那一段 要不是那個觀眾提醒我的話 我可能現在還在想辦法跟無機上打砲 哈哈哈 我機上好辛苦喔 要跟你做兩個小時 對啊 我就覺得我那個時候馬上 2070關掉到現在都沒有開過 對 我現在聽說改很多了 但是我還沒有回去玩 對 不是聽說他的bug蠻多的嗎 多到爆啊 根本就是買bug這種遊戲啊 對我當初還能玩到一關就是 要去酒吧找一個女生談 我忘記談什麼 然後就是他那個酒保原本會擋在那邊 然後我走進去之後 那個酒保正常是要就是把門擋起來 然後我走出來的時候他應該要讓開 但是他沒有 我走進去的時候他擋起來沒有錯 但是我要走出來的時候 他還是擋在那邊 然後我就整個出不來 啊 對 然後我差點死擋還好 我就是想盡辦法鑽出來 不然我想真的 我就卡在那邊 我就不用玩了 啊 對 真的很麻煩 這是充滿bug的遊戲 對啊 我對那個遊戲 唯一印象就真的是只有 就是我朋友截去 就是截圖的那個 劇型的玩具 劇型的玩具 劇屌武器 我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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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拿著那個 那個劇屌在那邊打敵人 笑死 像像例如說 我剛剛講的bug 這個是沒有辦法準備的 那你說那種就是拿著劇屌 這個是可以準備的 所以你可能可以在別的地方 得到情報說有這個武器 然後你就是我今天就一定要找到這個武器 我今天一定要找到這個武器 然後拿來幹死敵人 這個可以準備 可是我像剛剛那個bug 那個我就沒有辦法準備 那都是突發的 我是真的就在觀眾前面超級崩潰 然後觀眾一直在那邊看我痛苦 看得很開心 看你剛剛我機上了兩個小時 對 對對對 而且重點是他們還不跟你講喔 那你卡了兩個小時 對啊 然後你說寫稿的話 像如果是 不是遊戲直播的話 像如果是Podcast的話 Podcast 基本上你還是要一個主題 對 還是要先想好就是我有什麼梗 或是我有什麼內容 一定要帶到 嗯嗯嗯嗯 這樣子你觀眾來看的時候 他會覺得 比較好像有得到什麼東西 對 單純的來閒聊 對 可是就算就是 如果是YouTuber跟文章的話 那還要更加下功夫在這邊 因為這兩個東西的話你要帶節奏 你如果節奏不對的話 嗯 觀眾就跳出去了 對對對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最好最好還是要寫一個腳本 甚至有人會寫成竹字稿 喔 照念嗎 不會很 你不一定要照念 可是你要知道你的那個 什麼時候要講什麼東西 你會有一個節奏 有點像大綱這樣子 嗯 竹字稿就已經是全部的內容了 已經不只是大綱 就是全部的內容 而且你錄完之後 你還要再回去論稿跟剪輯 嗯 對 像我們知道 網路上不是有很多YouTube那種 就是談話 就是例如說講選案的那種 那個基本上全部都是寫好稿的 喔 是喔 對對對 那個要臨時發揮其實是很難吧 會嗎 我們可以問問問老師 除非你真的是很有天分 對 喔 有些人就真的是很有天分 做什麼都是梗 應該要說像 像我剛剛講的 像阿善是 他也上過很多節目啊 他還有需要這樣子 就因為他就是講他以前的故事啊 所以他有真的很需要去寫那種逐字稿嗎 嗯 如果是講自己發揮的事情 這次要當然就看個人 但是如果像 如果我今天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想要把他形容得更好笑 那我可能就要示範 啊 對對對對對 對也是 那 你要取得跟觀眾之間的聯繫 就跟老師在上課一模一樣嘛 老師在上課有時候不講笑話 然後台下要睡一片這樣 對啊對啊對啊 對啊對啊 那個節奏 對啊那個節奏要抓好 好嘿 那時間差不多 我們還有最後一題 那這題是留給老師的 那 那這題呢就是給未來自己的一些話 有點像影片膠囊 就是當老師以後可能遇到什麼挫折 或是說什麼煩惱 然後 嗯 想要對自己打氣 點迷茫 對想要給自己加油打氣的時候 再用你的影片 那這部影片我們最後都會 全部都會PO在youtube上 那我的youtube上面都會留下你們的痕跡 然後留下你們的足跡 那我們這段時間就連用給老師了 好不好 那我跟大貓就先去旁邊 嗯嗯 影片膠囊 可是我每次這種影片膠囊 我人生的各個階段 如果回去回想以前 那是想說就是現在的我 跟以前的我要是 就是對話的話 我覺得以前的我 應該都把我揍一頓吧 哈哈哈 對啊 那比如說我在高中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摩托車 我想說我以後一定要騎一台 就是很帥的重機 可是我現在騎那個阿伯的車 我現在騎DG 哈哈哈 哈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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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裝菜籃 不是 因為菜籃很方便欸 對 菜籃很方便欸 可是沒有後車箱啊 可是很小啊 還是要菜籃方便啊 對 你是要裝多少東西 而且我前任車主還在我那個 車上貼貼紙 貼那個 南無阿彌陀佛 哈哈哈 哈哈哈 可是我就覺得 留著那個可以防盜 所以我也不想把它撕下來 笑死 老師我跟你講 你只要買DG 不會有人要偷你的車 哈哈哈 是啊 所以我就想說 我要是跟我 18歲的自己說 欸 你有起DG 那你想幹你老師 你哪位啊 哈哈哈 你不是騙我的嗎 哈哈哈 還有南無阿彌陀佛 一拳就給我尻下去 怎麼可能 你就是 為什麼你沒有買重機 不是說好貸款 你要買重機嗎 試試看 試試看 我覺得這樣很有趣 然後我以前也不會想到 就是我有一天會成為 遊戲直播主 然後我也不會想到 欸我在錄Podcast 我這個人幾乎沒有活在 舒適圈過 哈哈哈 幾乎 就是一直不斷地在搬家 換工作 然後到處 到處點技能數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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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要跟十年 那幾年啊 未來的自己 嗯對 未來的自己 那就是啊希望你瘦下來 好 希望你趕快瘦下來 身體健康一點 欸眼睛好一點 嗯 那就這樣子吧 然後 因為我想 以後的我應該也是 不斷地在 新的領域 在那邊 找新的東西玩 嗯 對啊對啊 對啊 會不會當老師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現在 我現在回去當老師 也算是一個意外 嗯 嗯 那我也不知道 這個暑假完之後 還會不會想要繼續教書 主要還是看眼睛有沒有好一點啊 啊 希望 所以如果沒有好一點 就要秩序當 對啊對啊 因為我現在沒辦法長時間看螢幕啊 我現在就是 講說找一個 不用看螢幕的工作 然後就是回去看黑板 跟看學生 啊 對啊對啊 所以就是希望未來的我 你要是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已經眼睛好了 就是可以有更多的工作選擇 有更好的工作 有更好的工作 或者更開心 然後更多空閒的人生 那就這樣子 加油吧 欸 阿里加多 真的非常感謝老師 老師這段真的很棒 哇 阿里加多 那我們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感謝 我們的黑門老師 來上我們的節目 那這次綁得還開心嗎 很好玩啊 欸我真的覺得 欸知道你們這樣子很好玩耶 因為你們在做的事情是 之前都沒有接觸過 我也沒有想過的東西 啊 像你看你們現在這樣湊過來 然後還可以就是揮手 我就覺得 啊我只能這樣子 買 買了 是不是想買了 我這個嘴巴跟眼睛揮動 我頂多就是這樣子 左搖右晃一下 對啊 好不好還跟他摸摸你 戳戳你幹嘛的 買了 買了 好想買喔 買了你看這個手指 對啊你看那個肉球 好想戳喔 好不好 那我們真的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我們到今天 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 下禮拜 禮拜三同一時間 晚上八點到十一點 然後也是我們十六名的同個蛋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囉 各位 那等下 對 稍微等一下我們會拍個笑 你們沒有辦法揮手 對 來換頭 好不好 那老師的資訊呢 我們會貼在聊天室 跟我們的Discord 那邊我們記得 如果對老師的Podcast有興趣 然後可以願意追隨老師的 好 記得一定要去訂閱 一定要去觀看喔 嘿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 おやすみなさい 掰掰 掰掰